仔仔不否認曖昧與紅緣 自招變女生網交 仔仔周宇明今天為茶飲代言 好生辯的比較頭好壯壯 他說是為了拍好廣告 順便擺脫瘦弱紙片人的形象 幾個月前開始認真練身體 在家裡開始就是做一些 巨壓鈴然後跟福利挺身 讓它自己成果 OK 洗澡的時候會在那邊照鏡子 就越來越欣賞自己 雖然體態改變 但孤僻的個性還是沒變 我的生活圈蠻封閉的 我也不會交際 我的生活圈就是在家裡 不然就是在車上 然後我開車的時候又不喜歡載人 我就想要一個人 所以我有我自己奇怪的地方存在 他的確有奇怪的地方 居然會裝女生跟網友玩遊戲 我們跟玩家之間的溝通 不是在於鍵盤打字而已 而是會有一些語音的軟體 我也會去下載 會去跟人家溝通 但是人家會不會認出我的聲音 會對不對 然後我就 我自己擔心嘛 想太多 我去買一個 變色器 我去買了一個變色器 我不講 不只這個 他在家裡還有其他毛病 就有電話來 我會突然覺得很 很敏感 你好像刺激到我自己的生活 給我家人打電話來 然後我的朋友打電話來 如果在不對的時間之內 我就是完全不會接 封閉歸封閉 但談戀愛這種事還是蠻正常的 這兩天你有談戀愛嗎 有啊 還是會啊 我是很渴望戀愛感覺的人 尋找一個好的對象 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那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一個 真的很棒 是不是 你要哭是不是 沒有沒有 就陷入那個回憶裡面 他在想 他被爆跟曾經合作 痞子英雄的余宏淵 正在交往 今天他沒有正面否認 你說余宏淵自己打給你說澄清 對 我們會去溝通 因為其實 呃 私底下真的是 真的是蠻好的朋友 我 所以我們之間的溝通算是 很頻繁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個朋友 然後就在一起 好意見 沒有打電話 宰宰也擺明即使談戀愛也不想公開 我幹嘛要討這些 有的沒的這些聲 所以我希望我下次跟大家講的時候 我就要結婚了 我真的不希望我自己 太晚婚 對 算命的說應該要晚婚 哈哈哈哈 捨到算命 沒有啊 我沒有算過命 騙你們的啦 你開玩笑了 蘋果娛樂新聞變得很開朗嗎 報道